歡迎收看大耳畫質 在台灣結婚要聘金 不過多半是流於形勢 可是在中國大陸有一些地方 聘金不但一定要收 而且行情還年年在看漲 在大陸聘金叫做財旅 那麼農村的財旅 有時候高達人民幣十萬塊 起叫做臺幣要五十萬 那也很多人就怨泰就結不起婚 今天來聊聊天價彩禮來賓陳啟鵬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陳先生他是個補教名師 而且他專研歷史 自己還寫了很多相關的文章 今天來跟大家聊一聊 這個天價聘金的問題 我們剛剛講了 在台灣受聘金 很多都只是行事上 事後都會退給新人 可是在中國大陸 他現在還收 那究竟是在城市 還是在農村裡面 才有這樣子的現象 或是他其實是普遍的 其實現在在中國大陸 經濟起飛 所以這種高價聘金 其實算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只不過是在都市 他們的風氣比較開放 他也會看看對方的經濟能力 而略做調整 但是農村一般會覺得比較窮困 所以他會收取高價聘金 來作為自己生活上的補充 也作為自己女兒 能夠得到人家讚許的一種方式 所以在農村這種天價的聘金 反而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 目前的行情最高 我聽到多少 目前其實這要簡單講一下 他演變 那一開始的農村 他們只是有所謂的三金就夠了 就金香煉金戒指金耳環 然後到後來呢 就慢慢演變成需要有所謂的三金三 那這個三金三 就是各個地方不同 但是一般來講 他們的那個就是有一些地方 開始會收取三金三 也就是拿一百元的包成一個 他們所謂的大包乾 就是用現金 然後就變成說要有這樣子 趁重 它是捆成一捆吧 對 捆成一捆 然後要趁重三金三兩 一捆要三金三兩 沒有 通通要三金三兩重才可以 對 那有規定那個面額嗎 可以用一塊錢 基本上他們會 他們 他們會用百元 百元 對 百元 所以你看那個百元 這樣捆成三金三 這樣有多少錢 大概他們的那個金額 大概是好幾萬 三金三應該是黑龍江那邊 東北那邊要求的 是 聘金的那個算法 對 這是一個 對 然後還有所謂的萬中選一 然後就是說 他就是要包一萬一 這也是一種 一萬一 總共也不過才臺幣五萬塊錢 但是你慢慢演變到後來 現在居然變成萬紫千紅一片綠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們的那個五元超是紫色的 所以要一萬張 一萬張 對 一萬張 對 那一百元是紅色的 所以要一千張 千紅要一千張 對 那五十元是綠色的 那就要一大片 所以這樣子呢 喊不浪噹全部加起來 差不多等於二十萬 就是百萬臺幣 對 特別注意是人民幣 那換算成臺幣 你可以想 百萬了 百萬聘金 連臺灣現在都很少收這麼高額的 大小聘加起來其實都沒這麼多 對 沒有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 全部total也差不多不到百萬 可是他光這個現金的金額 就要到百萬 不過這個要看實力 看男女雙方的經濟實力 因為臺灣也有一些人收的 那個大聘 不是有小聘大聘 他大聘有到一百萬的 有點投資股票的感覺 說得好 其實在賣女兒的感覺 那個他們很好玩 就是還根據每個地方的 那種聘金的行情 就畫了一張叫做聘金 叫彩禮地圖 其實從那邊 我們就可以看出 他究竟哪些地方是收的聘金 是高的 那一般來講 會有兩種原因 一個就是經濟能力的差異 沿海通常賺的比較多 所以沿海的鄉村都市 他也會覺得 我至少要跟都市 不要差太多水準吧 好 那有一些地方 則是有一種習俗 就是根本不用收取的 好像重慶 林園區 對 阿倫看了這個地圖之後 就不斷在問 到底哪裡是林園區 對 這個地方很不錯 我好想去重慶取機 對 所以那重慶那邊是當地有不收聘的習俗 那所以他們才會林園 不收聘應該也就沒有嫁妝 我覺得應該是對等的 對 他們其實很要求這種對等 因為臺灣其實也是 你今天收大聘小聘 收了之後 其實就是形式上給人家看 那但是常常也就事後會退給你 或說就給兩個小聯口 對 新人 所以其實意思是差不多的 在那個彩禮地圖上面需要到百萬的 兩個地方嗎 上海 是 上海跟天津 算是列入這個百萬彩禮區 對 因為這兩個 一來就是中國大陸有名的直轄市 那他也是他們當地最夯的都市 尤其是上海 我們常講十里洋場 他一向就是經濟發展特區 你如果收不到這個價格 人家還會覺得 你女兒是不是問題少女了 對 所以其實 因為他說這個叫面子工程 說得好 那個聘禮收多少 基本上代表你的女兒 身價有多高 對 所以在中國大陸 也有會反過來 那個如果他們南方 也會跟人家比較 我給多了 那是不是我家兒子有問題 所以我不得已要用高價聘金 來去讓女兒下架 其實是這樣 像那個五十萬元區就是東北的地方 大概要五十萬 然後江西也是差不多是五十萬元區的行情 對 在十萬 這個應該比較符合 那個現在基本行情 對 基本行情 十萬的部分是山東湖南 對 沒錯 就差不多是十萬元的行情 其實不管是多少錢 這些價格 這些行情 不講價格 就這些數字對很多人來講 他可是要不吃不喝好幾年工作 他才有可能賺到這些錢 所以為了要結婚怎麼辦呢 有一些新郎他就做傻事了 我們去看他們做了些什麼事 在中國大陸結婚到底有多難 因為付不出聘金 一名二十歲的年輕小伙子 居然被慫恿 冒險搶金店 但因為人太老實 小伙子搶劫不成 反而被店員識破 還因此吃上官司 被抓到牢裡 事實上 因為彩禮發生的悲劇 正在不斷上演 江蘇一對二十歲左右的小情侶 結婚前 因為男方付不出彩禮錢 竟然一起跳河殉情 兩人還用鞋帶把手綁在一起 死意相當堅定 沒錢就結不成婚 甚至引發社會案件 中國大陸年輕人要辦一場婚禮 沒有付爸爸就必須有足夠資本 沒有想到天價聘金 其實也引發了我們講的很多悲劇 像這種還沒結婚就一起直接 有點像直接變冥婚了 這種非常悲慘的事情 那麼 張老師 是 在農村這一塊 我們都覺得他經濟情況本來就不好 那為什麼反而這種彩禮 就我們講聘金收的反而會更高呢 第一個就是男女性別比例失衡 因為男多女少 他們的比例差不多是五比二 也就五個男生 只能娶到兩個老婆 那剩下三個男人怎麼辦 就變成 有的地方農村更嚴重 他是試婚年齡的男生到九十六個人 可是試婚年齡的女生只有六十幾個 你想想看這差了多少 對 所以其實這麼懸殊的比例之下 就造成說女生變成期貨可居 那也就變成搶手貨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有所謂的嫁女紓困的習慣 也就是說我家裡很窮 所以我特別要嫁一個女兒 來好好的改善我家裡的經濟情況 對 就是類似這樣 那第三個就是比較的心理 那就是他們會有就是說 誰說的多 誰收的少 這種互相比較 對 那第四個就是他們會有 那個沒人的烘臺價格 因為他們會收一定的聘禮 那如果說聘金越高的話 他是不是收的抽用越多 也有這種情形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他們在討論這個現象的時候 提到的一個概念 是想要趁這個機會 瓜分家產 這說得很難聽 其實應該說是趁著辦婚禮的 明目可以從原本的 那個大家庭裡面 就要一些財產過來 對 其實他們是這樣 就是說這種 這種算是說 兩代之間的財富是單向 而且不平衡的 那年輕人他們原本就沒有什麼錢 所以他希望盡可能從父母手中得到一點錢 那問題是你拿到這些聘金 再不是小孩背 是老的背 那老的哪有錢 那一來就是從自己的養老金拿 那第二種可能性就是說 自己好不容易把錢通通付出去了 年老了自己在出外打工賺錢 所以其實他帶來的社會問題還蠻多的 就看來要結婚走進禮堂 不但要有足夠的衝動跟勇氣 口袋要夠深才可以 廣告之後我們再回來繼續聊 財理聘金其實自古以來就有 那麼在過去其實大家要求也沒有那麼高 那現在中國大陸其實我們剛剛看了 像四大件 四大件 對 好像已經有好幾代的四大件 對 我們一般來講 在七零年代 他的四大件很有趣 他們有一句話 很有很好玩 他說燈燈轉轉聽聽看看 燈燈 腳踏車 叮叮 對 那轉轉 彩縫紉機 對 縫紉機 聽聽 拉哩樓 收音機 就是收音機 看看 手錶 對 我們一般都會以為是電視 其實當時還沒有到進步到電視 他們是用手錶 所以你看七零年代有個手錶 那已經是相當的很富有了 那可是到了八零年代的時候 四大件就開始變成是家電 像譬如說電冰箱 洗衣機 電視機 那種黑白的 電風扇 還不是彩色 還有電風扇 對 還有電風扇 那八零年代差不多 只是把電風扇變成是空調冷氣 那那個單純的電視機 變成他們所謂的彩電 對 彩色電視機 所以他們其實是有這樣的一個 不同年代四大件的變化 就聘禮的演變會越來越與時俱進 是 就可以想像 可以減輕那個新人做家務的 一些相關的家電 大概是往這個方向去思維吧 在上海的話是男生要準備婚房 是 對不對 婚房跟車子 然後女方就準備家電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比起來其實養女兒真的比較划算 對 性價比比較高 沒錯 那個他們就是我們剛才不是有講萬紫千紅一片綠嗎 近年來還有多了一句話 叫什麼 叫做一動一不動 一動一不動 我知道一定是一個是房子 一個是車子 對 一動就是就是一部車子 一不動就是那個一間房子不動產 對 所以我們他們有一個東西叫做結婚成本 排行榜 我們還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才講說他們的結婚萬紫千紅一片綠 就是差不多 聘金要二十萬 對 可是呢 如果再加上一動一不動 那可就多了 那個娶不到老婆 跟這個相關的花費 有很大的關係 是 結婚成本排行榜 這也是他們自己在網路上面曬出來的 我們幫大家整理 對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就以那個什麼深圳來講 深圳為什麼是第一名 我覺得這有點想像不到 深圳第一名 因為他是中國大陸 第一個經濟開放的地方 所以等於是說 整個中國大陸 最早經濟發展起來 就在深圳 所以這個地方 他們就會在聘金上面 格外要求 兩百零八萬的結婚成本 換算成台幣 一千萬 千萬 很恐怖 這裡面應該是包括了 房子的價格在裡面 他應該跟房價是連在一起的 因為絕大多數都要婚房 對 他們的婚房 一般來講 就是說房子大概就八十坪左右 那八十坪換算價 差不多一百七十八萬 然後裡面中等價位的裝修 差不多十到十二萬 但是呢 那這樣子就已經差不多兩百萬了 然後再加上那個 他們的那個就是相關家電 那些佈置 或者是結婚習俗的一些金飾等等的 差不多十萬人民幣 對 所以通通加起來 兩百零八到兩百一十萬 其實是差不多 北京跟上海也都是要兩百萬 就是相當於臺幣一千萬的 對 行情 屈老婆的成本 千萬聘金 接下來是什麼杭州 廣州 廣州都很高 這個價格都是超過一百萬的 有人說這個大陸的房價會漲 都跟丈母娘有關 因為要求結婚要有婚房 是 天價彩禮 就天價聘金 價格會居高不下 也跟丈母娘有關 都是丈母娘要的 是這樣子嗎 主要是因為丈母娘 都是為那個女兒著想 那女兒如果一嫁過去 就有房子住 你說她是不是就可以少奮鬥十年 對 那尤其是丈母娘會覺得說 我這個女兒長得漂亮 那條件好 那身材佳 那當然值得起這個價位 那於是呢 那代價而估嘛 你出得起 那你就把我女兒請回家 出不起 對不起 我們就另找高明 就把聘禮當成女兒的身價 是 可是這個 他們還有另外一種思維在裡面 是覺得說 如果我不在他結婚的時候 幫他要這一筆錢 日後如果兩個人分了 那不就人才兩時 所以他把這個聘金當成是保證金的概念 對 保證金 對 保證金 對 其實他們這個 這個其實在古代的時候 也有這種習俗 我們稱為陪嫁 嫁妝 那他們有點類似 像陪嫁的概念 也就是說 女方嫁到南方 一開始沒有地位 那既然沒有地位 古時候嘛 對 古時候 因為沒有地位 所以有金錢上的優勢 那也就是 我有帶錢來喔 那等到後來這些錢 慢慢地為了夫家付出去的時候 但是女方也在南方家裡 地位穩固了 這個時候也不太需要經濟優勢 因為搞不好家中大權 就是我來掌握了 所以他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做一種身份地位的轉換 其實其實還蠻具有正面的意義的 如果照這個方向來看 而且剛才明珠講得很好 如果萬一兩個人結婚幾個月 離婚了 那對女生來講 是不是完全沒有保障 以免避免人才兩世 好歹拿到一筆錢 是這個概念 沒錯 不過我上次聽了一個 在泉州 泉州那邊很有錢 所以結婚的時候 這種禮記都很大 不過他這個是女方的 就是他的故事 大概也很簡單 就是說這個女的 就跟他先生講 就是我爸爸會問你 他給你兩個大禮 一個是一百萬人民幣現金 是 一個就是大奔或大欺 就是那個B&W 或是那個BASS 二選一 那你記得一定要選 選那個一百萬現金 後來他岳父真的就問了 他就說好吧 聽老婆的話 我就要一百萬 然後在結婚的前一天 這個女孩子就開始哭鬧 說我不結婚了 不結婚了 他說他要有大奔來接 他才要結婚 就要奔馳BASS 或是B&W來接他 他才要 所以他爸爸當天去買了一臺大奔 送給他女兒 阿倫 這個一定是你自己下掰的 這顯然是新郎跟新娘自己聯手起來 騙那個岳父岳母 其實是有些那個就是那個女方 他們在嫁的時候 覺得說我有錢就好了 可是當別人都有名車來接的時候 自己卻沒有 那個比不上人家的心情 其實是可以可想而知的 所以那個你講的沒有錯 真的就是會有類似的情形 就小兩口聯手起來 騙雙方父母多A一點錢 對 這也有可能 不過我覺得我那個例子是女方四大體 以你那個男性沙文主義立場想 當然是這樣 我們現在男女平等 現在那個彩禮 就是我們講的那個 聘金跟聘禮會越要越高 這裡面會不會是因為 剛前面第一段 那個陳老師也講了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會不會是因為媒婆 因為他媒婆可以抽成 對 因為他們媒婆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中國大陸 結婚不容易 那怎麼辦呢 找對象就找媒人婆 因為媒人婆 手中的人脈夠多 手中的籌碼夠多 所以他可以依據雙方的條件 來加以配對 那當然成功的機率就很高 可是呢 人家也不會想要做白宮 那他就會抽佣金 怎麼會抽佣金 我們臺灣媒人給他紅包 不就是了嗎 對 在中國大陸 因為太多人想結婚了 還要排隊 所以他就會說 這樣子好了 我們有個公定價 以避免糾紛 因為你我怎麼 對 你我怎麼知道 你會給我多少媒人金 所以他們的公定價是 聘金的百分之十 也就是說像剛才我們講的 如果說萬子千紅魚片率 是二十萬的話 他就可以拿兩萬塊 兩萬的米幣 他就介紹撮合這個婚姻 姻緣 他就可以賺到十萬塊錢 是沒有錯 那當然對於那個 媒人婆而言 他如果能夠在雙方之間 把那個聘金 轟抬得越高 他是不是就抽得越多 這真的太像中介了 黑心中介是一模一樣的 我真要講 就是黑心中介 怎麼能做這種事情 假設結婚就一直要講 這個所謂的聘體跟嫁妝話 那結婚可真的是成了一門交易 廣告之後 所以我們再回來回答網友提問 聘金聘禮是咱們中國人 傳承了千年的禮俗 可是現在卻變成一種面子工程 以前都說養兒防老 現在不如養女兒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可以嫁女兒養老 很誇張吧 我們網友就問了 他說在一胎化的制度之下 對於聘禮有什麼影響 聘禮可以分歧嗎 是 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們有所謂的一胎化政策 只損生一胎 那你知道我們傳統 就是希望重男輕女嘛 所以都希望能夠生個男生 來繼承家業 因此呢 他們絕大多數都會盡量拼男嬰 那拼男嬰 那就使得男多女少 好 那於是女生就變成搶手貨 那就變成說齊貨可居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後來天價彩禮會越來越高 那也許在一胎化沒有實施的時候 這種情形還不會很明顯 現在性別失衡其實是很明顯的 非常明顯 現在他的男女比例應該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一百零七個男生一百個女生 對 就他的差距是很大的 他助長了這種天價彩禮的風氣 所以說有沒有影響 一定有絕對的影響 他們就在講 他說在農村 因為他跟那個父母的煩惱 擔心第一先煩惱找不到老婆 找不到兒子 娶不到媳婦 然後要娶得更煩惱了 因為沒錢 對對對對對 所以有些還會去借高利貸 那講借高利貸的時候 就會跟女方講 好 你到時候要還我 結果呢 也反而是衍生出一些社會問題 因為沒有還 沒有還 沒有還之後 變成說南方要完全自己負擔 這個高額的聘金 那問題是 他就是沒錢才去跟高利貸借 可是銀行應該是可以 金融機構是可以辦 那個什麼結婚貸款的 婚禮貸款 可是你要有抵押品吧 沒有沒有 婚禮貸款 跟信用貸款是同樣的 一來要有抵押品 二來他沒辦法貸這麼高 我們講萬子千紅一片率 二十萬人民幣 那個有時候有一些農村 連整個家裡都沒有到二十萬 對 所以蠻嚴重 可以分期付款 跟岳父岳母談分期付款 會出糾紛 會嗎 會有什麼樣的糾紛 原因是因為結婚不是打契約 那你如果真的在在結婚的時候 打契約的話 那個又很難看 所以大部分雙方都是口頭講好 問題是口頭講好 很容易反悔 那一反悔就出問題 這個就太不聰明 我要講一個朋友說的那個故事 不曉得真真假 大家聽不聽 他說當時那個岳父就跟他要了二十萬的彩禮 就聘金 結果他就說 因為我現在沒有錢 我分期付款給你 他岳父就說好 沒有問題 結果結婚了之後 他第一個月薪水上繳給岳父 第二個月薪水再交 第三個月 第四個月 最後他女兒生氣了 回家去找爸爸討說法 怎麼可以把我先生的薪水 全部都交給你 於是他的彩禮就省下來了 你這個案例也很好 也是聲明大義的女性 這就是從你男性殺文主義的那個立場 想著這件事情 是 其實像剛才民主講的這個案例的話 他必須建築在兩點前提 就是第一個 女方 就是女孩子 真的要為先生著想 那第二個 那個岳父也要夠開明 不急著催討 否則的話 如果一個很急著催討 那一個又是死不還的話 那就很容易出問題 而且要看蠢 是因為有一些農村的地方 真的不得已 他必須要這些東西 因為他要要來那個養老用的 他有人就說 我的兒子娶媳婦的時候 媳婦要多少禮金嫁女兒的時候 就要把他要回來 結婚不是買賣 聘禮也不是幸福的保證 那麼各位岳父 岳母們 能夠少收點就少收點吧 你在替自己講話 所以婚禮是別人在看 日子是自己過 所以不要為了面子 婚後過苦日子 今天非常謝謝陳其鵬 謝謝你的收看 今天繼續大人壞吃 謝謝 謝謝